说好的黑白配色,大熊猫怎么偷偷变黄了? 你们总是担心黑白分明的大熊猫拍不了彩色照片? 不过,傲娇熊表示,谁说我们没有第三种颜色,我们黄着呢! 就如我们的头发,不一定是纯黑色一般,成年大熊猫的毛发也不是纯粹的黑白配色。 白色部分总会夹杂着较多的黄色毛发,黑色部分也会夹杂着一些棕色毛发。 于是,这样的毛发构成,使大熊猫看起来微微发黄,并不是印象中的那么黑白分明。 其次是,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与环境,也无法让它们始终保持所谓的干净。 大熊猫被大家爱称美,滚滚,每天忍不住地上天入地,摸爬滚打。 还有长时间坐卧在草地上,土地上的它们,身上的毛发难免会被草枝与泥浆染色,变身黄种熊。 你想问,为什么不能给大熊猫们勤洗澡,保持美颜,和脏脏熊say goodbye? 其实,大熊猫的毛发与皮肤需要从泥土中吸收一些有益健康的微量因素。 同时,泥土也能帮助它们吸收掉毛发上过多的油脂,并一定程度阻止寄生虫的侵入。 由此可见,这其实是大熊猫们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。 所以不要苛求熊家要成为白肥美,桑桑熊同样so cute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土味国宝呀。